京城本赛季第一场西班牙国家德比在诺坎普球场落下温暮,835比1大胜黄马,梅罗十一年来第一次同时确证,本来给比赛的关注度带来了一定影响。 不曾想一场讯息让球迷们重新审视两家俱乐部的境遇,苏牙的帽子戏板,匹克五根手指,C罗在一甲的风光诬陷,主教练洛佩特及落寞的表情似乎可以完全说明现在黄马的处境,而赛后梅西的一般话被曝光,真的是让黄马俱乐部尴尬至极。 据西班牙阿斯堡报道,比赛结束之后,梅西在同朋友聊天时说道,以前世界上最好的球员都梦想维巴萨和黄马踢球,而现在却不是这样。 仔细分析梅老板的言词,不难发现黄马现在不单单是成绩上不好,更为重要的是失去了人心。 在卖掉C罗之后,全世界都看到了黄马俱乐部,是怎样对待自己的过去球员,联想到早些年对待卡西和劳尔的方式,现在的黄马真的有点名誉扫地的意思,而梅西的话或许暗示的是黄马想重建,也不容易。 欢迎评论,点点关注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